中国恒大集团微信公众号指 位于恒大总部所在地的恒大集团深圳公司 包括深圳、东莞、江门、汕尾、珠海及中山六地 十多个项目的复工复产工作正有需进行 全力以赴落实政府保交楼的要求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与担当 集团更在文章中罗列复工复产项目及图片 指其中进度较快的 有深圳恒大城市之光、江门恒大全都、中山恒大玉府等 皆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将陆续向业主交付 深圳恒大郡瑞大厦、深圳恒大城、东莞恒大月龙台、珠海恒大冰江左岸等项目 部分楼宇已于近期陆续封顶 各项目皆按照施工计划紧锣密鼓的进行 文章称在恒大全力推动保交楼的背景下 深圳公司在复工复产上的积极表现将可为外界打一针强心剂 只随着购房者和市场信心的恢复 以及近期楼市频吹暖风 对危机中的恒大乃至所有房企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10月22日 许家印在恒大集团复工复产专题会上透露 恒大没有预售过的楼栋或项目 今后要全部改为现楼销售房地产的销售规模 要从去年的7000多亿 10年内要压降到每年2000亿左右 并在10年里完成由房地产向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转型 这意味着蔚来恒大将形成新能源汽车为主 房地产为辅的产业格局 内容汽车 石松不堪亥 底下来通知 福岡斯杰尔和中国 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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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